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飞机有些外形的引擎比较长 有些引擎比较短,就像这两张照片 其实这两架飞机是同一个型号,Airbus A330 但因为它们是用不同的引擎,所以它的外形也有些不同 我想了解一下为什么它的外形会有这些不同 为什么会长一些,为什么会短一些 其实这个问题是极之复杂 我上网找了很久才找到原来有一位来自俄罗斯伊伊夫茨克的飞机工程师 他曾经写过一篇论文,就讲到这个问题 简单来说,引擎壳长一点,它里面就会令到冻和热的空气混合在一起 而引擎壳短一点,它冻和热的空气就将它分隔开 所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操作概念 而将冻和热的空气混合在一起,其实有两个好处 一个就是减低噪音,另一个就是提高燃油效率 因为冻和热的空气混合在一起,它平均排气温度就会升高了 那么就会令到它排气的速度减压 那么那个引擎,其实它的推进效率就会高一点 但是涉及到一样东西就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新的飞机 它的飞机呢,它的引擎壳都这么短呢? 那么其实就是,因为现在很多飞机呢,它是那些所谓的高咸度比引擎 的确将冷和暖的空气混合呢,是可以有效提高这个推进效率 但是当现在的飞机的那个压度比越来越高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方法就越来越无效,甚至是有反效果 那么所以为什么现在呢,那么多飞机开始不用这个方法 这个引擎壳会变得越来越短,就是这样的原因 不过看回以前旧的飞机,其实很多飞机呢 这个引擎壳都是很长的,就是这样的原因 那么在美国的飞机工程师的险材品里面,做了一些实验 那么就证明了,当引擎的那个限度比超过7那时呢 那么其实呢,将冷暖空气混合呢,其实已经是没有任何的效益了 反而呢,令到飞机的那个引擎的重量增加了 那么就更加大一点反效果 所以如果一个限度比是低过7那时,采取这个方法呢 的确是有效的,但是如果一个限度比高过7那时呢 那么就没必要再拉长飞机的引擎空 所以看回那两张照片,左手边的那个港龙航空呢 A330,它用的是龙斯莱斯引擎 那么那副引擎的一个限度比的确是低一点的 所以它拉长飞机的引擎殼,其实是有一定的帮助 那么右手边的那个中华航空呢 它用的是美国的旗艺公司的引擎 那么那副引擎的限度比较大一点 所以可能它计划落呢,那个成本效应不是很明显 所以就没那么足够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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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